天哪 这女人也太美了 一双闭眼如欲望的黑洞 烈焰红唇散发着诱惑 精致的走骨下 薄刀汹涌让人欲罢不能 黑色的蕾丝面杖 更给她添了一份冷艳高贵的美地 不用任何动作 光一个眼神就足以为之疯狂 整个酒吧因为她陷入了寂静 所有人都盯着她凹凸有志的身材 混混和高富帅抓紧机会 凑上去搭讪 花甲之年的作家克制住自己 在后面紧紧地看着 一根滑子过后 妮可迈着猫布就离开了酒馆 混混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一路尾随跟着回家 认证了她住的地方 巧的是妮可正好住在作家的楼上 晚上作家被楼上重物的声音吸引 朝木板的地方望去 身着比基尼的妮可正在收拾旧物 接着一大早 妮可将各种笔记丢进了垃圾桶 作家发育后 发现这个美丽的女人 竟有预知短期内未来的能力 在目睹了童年好友和父母的死亡 却无能为力后 她预知到了自己将在几天后 也就是三十岁的生日那天 被人杀害 而凶手就是酒馆里的三个男人之一 这次她决定主动出击 作家来到妮可家中 坦诚地说明自己知道了她的事 并达成一致 把接下来的事情 作为出版小说的素材 第二天 混混接着修理电器为由上门了 对付混混 她可有一手 妮可一袭黑色吊带裙 手夹香烟 摇一声姿 按着混混流血的大拇指 就把她的家庭问得一清二楚 到了遇见高富帅的时候 妮可一袭高领白裙 如青春少女般 接着用孤儿绅士博得恋爱 一个咬唇 便让高富帅彻底沦陷陷 吃完饭 高富帅让司机送妮可回家 当妮可看到她的车 猛然一震 欲知画面中 她就是在这辆车上被杀害的 回到家后 面对独处一世的混混 她身穿比基尼 薄涛汹涌 呼之欲出 知道混混 亲了一屁股站 承诺可以给她弄到一大笔钱 接着 再给混混 唱蝶甜头 好戏 正是开言 她把一卷钞票 塞进黑森林里 不允许混混 碰到她的情况下 把钱拿出来 几句调途过后 混混山洪爆发了 打发走混混后 下一秒 面对高富帅的妮可 换了一身 纯白素裙 眼神轻质无辜 接着讲说了自己的童年玩伴 被远困军阀横行的缅甸 汲取六万英镑 买童救他们出来 然后 并请求高富帅 帮助自己 把二华卖掉 用作应急 高富帅心疼地只说 一切交给我就好 与作家的约会 他展现真我 不单任何面具 并且表明知道 他患了癌症 和自己一样 即将不久于人世 妮可躺在作家腿上 作家想劝他收手 认为他倾国清晨的美貌 足以拥有一切 到了与混混约会的时间 面对他 因为自己迟到的暴怒 妮可慢悠悠地讲起故事 掏出一条博斯衣物 轻轻朝他脸上一吹 混混立马变身舔狗 深夜 高富帅兴冲冲地来找妮可 结果却被妮可告知 无法接受他的钱 阿阿与他断绝联系 混混因为战务高筑 早就坐不住了 他冲进妮可的家里 质问钱在哪里 妮可转联换了一副 果决的神色 让混混去找高富帅 并转告他 自己脸色苍白 神不守舍 便卖了所有家当 听了这消息后的高富帅 一大清早就活鸡活两 直奔妮可家中 望着眼睛通红 又憔悴的他 高富帅一把将六万英镑 塞在了他手上 令人点燃了清晨的烈火 这个女人可真会撩 不到一个星期 三个男人 就都轮陷在他的石榴裙下 偏偏他要去自有 六十多岁的作家 在月色朦胧的这天 妮可一身透明薄纱 偏偏起舞 然后整个身子 贴在作家身上 在这般强烈攻势下 作家终于重振了雄风 面对下一秒 需要吃了他的混混 他沉静得如黑寡妇般绝艳 一滴钞票刷出来 再来一点吉普之亲 混混就在雨中 跳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试问哪个男人 能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呢 还清了战务的混混 春风得意 在投标比赛上过关斩将 即将迎来 他与死对头的冠军争夺战 而高富帅此刻听到了 关于混混与妮可的不正当关系 他气急败坏地前往妮可家 此时 妮可和混混正在上演一场 动作大片 高富帅冲进妮可家中 左顾右盼 混混这时 也喜欢早准备离开 此时的妮可 每人刚出狱 他跟高富帅解释说 正在叫他学习 尼可一脸伤心地将衣服扣子扣上 高富帅见状连连道歉 和好后的两人恩爱了起来 尼可表示 这是自己的第一次 高富帅更加兴奋了起来 清晨 高富帅在作家目送中 越走越远 他来到尼可面前 给了他生日礼物 尼可换上了预知中 死亡时穿着的裙子 回到家的高富帅 与妻子坦白了一切 正当他写离婚协议时 收到了尼可的包裹 里面有飞镖决赛的门票 以及一本书 原来 知己尼可所说 需要六万解救童年好友 都是编造的故事 混混此时的飞镖决赛 也拉开了序幕 面对此对头 对自己女人的垂形欲滴 混混一脸不爽 而尼可一脸享受 比赛进行到一半时 高富帅来了 他强硬地想拉尼可回家 结果被宣誓主权的混混赶了回去 本以为混混是人生赢家 结果转头 尼可与死对头纠缠在了一起 混混一下崩溃了 投掷的飞镖接连出圈 B3失败了他 拿着扳手去尼可家准备报仇 却遇到了 在车上等待尼可的高富帅 两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 下手一个比一个狠 是的 这就是尼可的目的 要让他们在 可能狭害掉自己之前 先死在自己的眼下 楼上的作家目睹了这一切 他把高富帅劝回了家 自己坐在了车上 不一会儿 一个性感凹凸的神材 在破碎的车窗玻璃逐渐清晰 作家望着尼可一步步走近 尼可上了车 才发现里面坐的是作家 不由得有些惊讶 他低下头 作家一下两下 用扳手把尼可打到 失去呼吸 一头美丽的金发 在地板上拖行着 连死去的样子都这么美丽 作家把以尼可为素材的小说 最后一张写完打印了出来 自己也在写完结局后 服毒自杀 为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 真正的战场 在与人心之间的较量 向死而生 是大部分人不敢尝试的勇气 只是在生和死的抉择中 保持善良 应该是作为人最基本的底线 是别人玩的 优优独播剧 wear 我一样的卧帽 是杨晋的 你能把疙瘪去吗